经典好看的科幻电影在 豆瓣一般都有着相应的高分 如果想看科幻片但是无从下手 顺着豆瓣高分科幻电影补片 一定不会出错 你心中的科幻片神作是哪部呢 细说小编为大家带来了豆瓣 评分最高的十部科幻电影 如楚门的世界盗梦空间 星际穿越蝙蝠侠 黑暗骑士黑客帝国大都会阿凡达等 一起来看看吧 豆瓣评分最高的十部科幻电影 一楚门的世界 豆瓣高分科幻片中这部 楚门的世界非常值得一看 这是部非典型科幻电影 影片讲述了楚门是一档热门肥皂剧的主人公 他身边的所有事情都是虚假的 他的亲人和朋友全都是演员 但他本人对此一无所知 最终楚门不惜一切代价走出了这个虚拟的世界 该片获得了第71届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奖提名 金凯瑞凭借此片获得了第56 借美国金球奖最佳男主角奖 二《盗梦空间》 在各大最值得看的科幻电影排行榜 中你都会看到《盗梦空间》的身影 该片是豆瓣评分最高的电影之一 170万人评价依然高达9.3 影片剧情游走于梦境与现实之间 被定义为发生在意识结构内的当代动作科幻片 讲述由莱奥纳多迪卡普里奥扮演的造梦师 带领约瑟夫高登莱维特 艾伦佩吉扮演的特工团队 进入他人梦境从他人的潜意识中盗取机密 并重塑他人梦境的故事《三星际穿越》 相比于《盗梦空间》诺兰的 《星际穿越》是不一个硬核的科幻电影 有着非常严谨的学术基础 该片在物理学家基普索恩的黑洞理论之上进行改编 主要讲述了一族宇航员通过穿越 冲动来为人类寻找新家园的冒险故事 这既是一部大成本的科幻小说 也是一部关于爱与牺牲的简单故事 包含了急躁惊险希望和心碎 是不应和的科幻大片同时 还包含感人之深的妇女真情四 蝙蝠侠 黑暗骑士 蝙蝠侠 黑暗骑士 是经典科幻片系列诺兰版 蝙蝠侠中评分最高也是最成功的一部 本片是所有蝙蝠侠电影中第一次 没有在片名中使用蝙蝠侠这个词的 是比前作更为黑暗与成熟的作品 以现实主义警匪片的手法包装了一个极度写实的超级英雄故事 成功地挖掘出角色的深层 性格和故事蕴含的人性哲理 将漫画电影提升到一个崭新的层次 成为了影史上第一部跨入 10亿美元俱乐部的超级英雄电影5 黑客帝国 只要提到好看的科幻电影 黑客帝国系列都是必有的佳作 影片讲述了一名年轻的网络黑客尼奥发现 看似正常的现实世界实际上是由一个名为 矩阵的计算机人工智能系统控制的 尼奥在一名神秘女郎崔尼蒂的引导 下见到了黑客组织的首领摩菲斯 三人走上了抗争矩阵征途的故事 这个科幻电影系列可以说是席卷了全世界 尤其是片中标志性的子弹时间震撼了所有观 众六大都会 豆瓣高评分科幻电影中的大都会上映于1927年 讲述了在2000年人类被分为两个阶层 生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然而当大都会统治者的儿子喜爱 上了地下城市中的女子玛丽亚时 剧变变开始来临的故事 该片是经典中的经典 是一直被效法的无声片时代杰作 被誉为德国电影《黄金时代》的代表作 其阿凡达 阿凡达是世界上票房最高的科幻片之一 主要讲述人类穿上阿凡达的曲窍 飞到遥远的星球潘多拉开采资源 受伤后已轮椅代步的前海军杰克 自愿接受实验并以他的阿凡达来到潘多拉 在结识了当地那美族人公主涅提尼之后 杰克在一场人类与潘多拉 居民的战争中陷入两难的故事 82001太空漫游 2001太空漫游不仅是豆瓣科幻电影的代表作 在许多权威科幻电影评选中也是不朽的名作 该片由电影大师斯坦利·库布里克指导 根据科幻小说家亚瑟克拉克 小说改编的美国科幻电影 被誉为现代科幻电影技术的里程碑 影片获得当年最佳美术指导 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四项奥斯卡奖提名 或最佳视觉效果奖 或1968年英国电影学院最佳摄影 最佳音响最佳美工奖九蝴蝶效应 蝴蝶效应的男主角伊万 艾什顿酷奇士 在小时候经历了一系列糟糕的事情 损坏了他原本完美的人生 在童年可怕记忆的折磨下 伊万请求心理医生的帮助 医生鼓励他把发生的事情一件件详细记下来 但是事情变得越来越糟糕 这是不悬疑风格的惊悚科幻片 细说小编五星推荐 时蝴蝠侠 黑暗骑士崛起 蝴蝠侠 黑暗骑士崛起 是诺兰蝴蝠侠系列三部曲的最终章 描述了布鲁斯维恩与贝恩之间的对决 歌坛市原本是从一个逐渐和平的城市 但贝恩把整个城市再度陷入乱局 使得维恩再次以蝴蝠侠身份打击贝恩的罪恶 使两人展开了在歌坛市的终极决战 作为蝴蝠侠前传三部曲的最后一步 诺兰不仅做到了风格的统一性 同时也呈现了一个完美的结局 诺兰不仅做到了风格的统一性